为点头应云答应得很爽快 吕布这下有底气了 不 谨愿祥民宫 宫为大将 不复之 何愁天下不定 曹操问言忧郁了 吕布的战力有目共睹 倘若说服如虎天意 但日后是否会遭反噬 他也没有绝对的把握 于是试探性地问刘备 宫布剑 丁元 董卓之士乎 什么 宫布剑 丁元 董卓之士乎 刘备的话如同当头榜鹤 吓得曹操一激灵 当即下令把吕布处死 上当受骗的吕布金刚怒目 刘备 捡贼 如乃天下 罪无信义之人